老婆家的习俗很特别,不仅领证之后才能见父母,去上门的第一晚还必须得先经受住岳母的考验。 为了老婆,我只能无奈答应,咬牙接受试炼,领完证的当晚,李莎莎穿着黑色丝绸睡衣地走到了我的身前,让我控制不住地咽起了吐沫。 这搭配简直绝了,把李莎莎那本就诱人的身材衬托得更加火热,再加上那张白皙俊俏的脸蛋,就算是天天能看到,还是控制不住内心那种躁动。 老公,咱们明天该去我家了。 好啊,不过咱们领了证就是合法夫妻了,这回可以了吧? 说着我做事就要把李莎莎给搂过来,我们两个人从谈恋爱到结婚有半年的时间,除了接吻之外,一点越界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 不是我不想,而是每次李莎莎都拒绝了,这次也不例外。 她用手挡住我的胳膊。 不行至于,我们老家有习俗,在你去我家之前,咱们不能做这种事情,要不然的话,对咱们不好。 反正不差这两天,你再忍忍,到时候我一定加倍地补偿你。 说到后面,李莎莎的声音越来越小。 听到李莎莎这么说,我虽然不情愿,可是也只能忍着性子。 毕竟有许多习俗吧,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。 不然有了什么问题都能给你靠在上面,到那个时候真就对我们两个人不好了。 我也只能用都已经坚持了这么久,不差这一两天来安慰自己。 莎莎,这可是你说的,到时候加倍补偿我,就罚你陪我在床上待个一天一夜。 这句话一说出来,李莎莎的脸上微微挂起了红韵,害羞地说,至于,你真坏。 一日一早,我们两个人开车就前往了李莎莎的老家,原本她说的比较偏僻我还以为就是山多一点,可是到了我才知道,那多得可不是一星半点。 下了高速之后,盘山路走了估计有一个小时,才到了她家。 提前李莎莎已经打了电话,我拿着礼物一进家,我就看到了桌子上做了满满当当一桌子的菜。 此刻,我这心里还有些紧张,就跟第一次见她爸妈那种感觉似的。 不过话说回来,这确实也是自己第一次上门,他们这儿的习俗特别的多。 不仅来之前不能同房,就连来也是得领了证以后才能来,之前不能见面,所以这还是我第一次见自己的老丈人和丈母娘。 莎莎和志宇回来了呀,快去洗洗手,咱们准备吃饭了。 还有莎莎给你爸打个电话,他还在地里呢,让他赶紧回来吧。 跟着一道靓丽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,让我不由地发起了呆。 眼前的女人各自高挑,皮肤白皙,虽然穿着简单的牛仔裤和黑色短袖,可是也难演她那比李莎莎还要完美的身材曲线。 再加上那成熟女人的特有韵味,只要是个男人就会动容,用游物两个字来形容,绝不为过。 这跟我原本印象中的岳母杜云韵完全不一样。 好的妈,至于你愣着干什么? 喊妈呀。 听到李莎莎的话,我才回过神来,赶紧喊了一句。 妈。 嗯,快去洗洗手吧,锅里还有个菜。 说着,她又进了厨房,我的眼神才从她的身上挪开。 差不多过了十来分钟,一个中年男人叼着烟从外面进来了,看上去皮肤屈黑和丈母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至于是吧? 我紧张地喊了一声。 爸爸。 嗯,不错,真是一表人才,沙沙的眼光还不错。 你坐着吧我去洗洗手,待会咱们两个人好好喝一杯。 不知道老丈人李大元从哪里找了一大坛子酒,这酒的劲特别大,我喝了两杯就感觉晕晕乎乎的。 爸,我这酒量一般,真是喝不了了。 年轻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? 来,再来一杯。 第一次来,自然是不能搏了老丈人的面子,我咬牙又喝了一杯,这一杯酒下肚,我感觉是天旋地转,做都快要坐不住了。 至于老丈人呢,直接站起了身。 至于,今天你有正事,咱们点到为止,少喝点,明天咱们再好好喝。 说完他就去李屋抱了一床被子起身出了门,屋里就剩下了我和李莎莎,他们母女两个人。 啊?李大元这是什么意思啊? 难道对我刚才喝酒的表现不满意?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,李莎莎拉着我的胳膊到了卧室里,悄悄地在我耳朵旁说了一句。 至于,我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习俗。 啊?什么习俗啊? 我真的是有点发懵了。 没想到他们这里的讲究这么多,该不会又是什么比较麻烦的习俗吧? 你在床上等着吧,待会儿你自然就知道了。 我,我说不出口。 李莎莎的翘脸一红,也不再说话了。 看着他那娇羞的样子,联想到李大元之前说过的我晚上还有正式要忙,难道是今晚我和李莎莎两个人能同居了? 想到这儿,我也兴奋不已,赶紧躺到了床上,玩手机都安耐不住激动地心。 过了差不多有二十分钟,房间的门被拉开了,透过门缝看着那曼妙的身影,我激动地拉住了他的手。 宝贝,我等这一天可等得太久了,快让我亲亲。 可是拉过来以后,等我的嘴往前一凑,我感觉手上一软,直接松开了。 妈妈,我的酒禁直接去了一半,因为眼前的女人根本就不是李莎莎,而是她的母亲杜云云。 对不起妈,我还以为是莎莎呢。 你不用紧张,我就是替莎莎来的。 嗯,你没听错。 杜云云咬着牙又说了一遍,开始我还怀疑自己听错了,可是听着她又说了一遍我才确信自己没听错,难以置信地看着她。 被我这么一看,杜云云那张俏脸此刻也泛起了红韵,不好意思了起来。 而且此刻她就穿了一件黑色的蕾丝睡衣,那种朦胧的感觉,更是把她那身材衬托得淋漓尽致。 看着她娇羞的样子,再加上她身上透着的那股成熟劲,我一下就上了头。 我就实话实说了,你也别嫌妈说话难听。 我们这儿有个习俗,女人这辈子只嫁给一个男人,所以当妈的婚前都会替女儿对女婿进行一个考验。 啊,什么考验呢? 我疑惑地看着她,什么考验你马上就会知道了。 说着她就坐在了床上,没想到还有这种习俗,毕竟我是个外人,还是得尊重他们的习俗。 要不然你再给莎莎生个弟弟吧。 她眼神迷离,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我说的话。 一日,我一觉醒来,她已经不在了,就在我还回味着昨晚的时候,就感觉有人掀开了我的被子。 我睁眼一看,是李莎莎,她眨着美目看着我,脸上微微一红,小声说,至于,我我妈说你没问题,彻底同意咱们两个人的婚事了。 嗯,太好了。 好了,赶紧起床吃饭吧。 起床以后,杜云云见到我的时候,眼神还有些躲闪,不敢跟我对视,看来昨晚给她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。 上午,我和李莎莎就离开了她家回去了,只不过回家之后,她好像是变了个人似的。 之前从不加班的她,第一周每天都加班回来很晚,这让我的心里很是不爽。 毕竟我们两个人已经领了正式合法夫妻,可是连夫妻之时都没有,这让我的心里特别的憋屈。 开始我还忍着没有说什么,可是第二周她干脆直接出差了一周,我给她打电话,她还说了我一通,说既然她爸妈已经同意了,那他们现在就是一家人了,要为了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努力赚钱。 这话要是别人说出来的,我也就不奇怪了,可是李莎莎之前给我的感觉都不是这种有野心的人,只要钱够花就行了。 要不然的话,当初我说给她安排到我的公司上班,是少钱多她就不会拒绝了。 这种前后的反差,让我觉得她是不是外面有人了,不过她出差回来以后,对我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,我才知道是我想多了。 晚上我下班一回到家,就听到厨房里面传来了炒菜的声音,跟着就传来了李莎莎说话的声音。 老公,你回来了呀,快去洗手,我这次出差去海边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海鲜,马上就能吃了。 我洗完手一到厨房,就看到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,旁边还开了两瓶红酒。 老公,这段时间对不起,我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。 啊? 李莎莎说,我看你一个人起早贪黑地赚钱,实在很辛苦。 我虽然能力不强,可是我也想多赚些钱替你,替咱们家分担一些。 可是努力了这半个月我才发现,自己根本就不是那块料。 说到这儿她扑痴地一下笑了。 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多陪陪你,好好照顾你呢。 这话把我也逗笑了,女人这心思男人永远也摸不透。 没想到这段时间她突然会这么想,我摸了摸她的头。 傻丫头,我的不就是你的呀,你有份工作就好了,辛苦的事还是交给我们男人来吧。 酒过三巡,李莎莎又端起了酒杯,摇摇晃晃地说, 至于,谢谢你这么长时间对我的包容,不嫌弃我们那儿有这么多的习俗,我爱你。 之前我说过,一定会加倍补偿你的。 加倍?可不行,我要超级加倍。 喝完红酒以后,我晕晕乎乎地拉着她的手,就进了卧室。 这回看你听不听老公的话? 听,我听话,我只听老公的话还没有说完,她就已经沦陷了。 从这天开始,李莎莎对我也不再设防,我们算是过上次真正夫妻一样的生活。 不过说实话,跟杜云云时不时都会照顾别人的感受,游刃有余,比起来李莎莎可就逊色不少了。 没事的时候,我还时不时能想到杜云云那特别的韵味,只是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。 天下班,我一回到家,就听到了李莎莎正在打电话。 咽了没有啊? 怎么样? 真是的,下次是什么时候? 就这一两天是吧? 行,我知道了,这回你可得抓抓紧,要不然在她身上浪费的时间就太长了。 嗯嗯,下一个人我已经物色好了,到时候我给安排一下见面。 听到我回来的动静以后,李莎莎匆匆地挂断了电话,不过我也没有在意,觉得就是闺蜜之间的闲聊罢了。 老公,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? 我调侃道,公司事情处理完了,早点回来看看你不好吗? 该不会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吧? 切,我有没有秘密你还不知道啊? 我去做饭了呀。 就在等着吃饭的时候,我挽起了手机,突然微信响了一下,是一个好友申请,我点开一看一下来了精神。 因为天家我好友的不是别人,正是丈母娘杜云云,我立刻点了通过,跟着她的语音就打了过来。 至于,明天晚上有事吗? 一听杜云云这么问,我立刻回了一句,没事,怎么了吗? 杜云云接着说,我,我明晚去城里一趟,你有空吗? 我想让你再陪陪我,陪陪她。 我瞬间就想到了那晚的情景,感觉喉咙还有些发干,原本以为这次习俗过后就再也没有之后了,可是没想到她竟然主动约我。 不过至于,这是你可要千万保密,不能让莎莎还有老头知道了。 一听到这话,我这心里已经耐耐不住地兴奋了起来,看来那晚自己确实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跟自己丈母娘实在是太刺激了,我说话的声音也小了不少。 行,我到时候订好酒店以后给你发位置。 好的,明天见啊。 一日,下午的时候我给李莎莎编了个谎话,说晚上加班不回去睡觉了。 她也没有多问,我订好酒店就把位置给杜云云发了过去。 没多长时间,杜云云就来了,今天她穿着一件粉色长裙,整个人的气质又提升了不少,我一把就拉住了她的手。 又想我了,是不是晚上睡不着总想着我呀? 她被我这句话逗得脸上一红,低头小声说,哎呀,你这坏蛋,背着女儿做这种事已经很难为情了,你还要说出来,真是的。 这种害羞的样子让我更是把她紧紧地搂在了怀里,一日醒来她正在看着我,见我醒来,赶紧假装又闭上了眼睛。 害羞什么呀,下次你想我的时候就给我发消息。 坏蛋,这要是被莎莎发现了,我们以后还怎么见面呢? 怎么见面,咱们三个人一起见面呗。 虽然是开玩笑,可是想着要是真的能实现这个愿望的话,自己这辈子做个男人还真是没有任何遗憾了。 杜云云白了我一眼。 切,你们男人不管是年龄大的还是小的都是一样的坏,竟想着没事,要是我不联系你千万不要联系我呀。 放心吧。 我自然明白杜云云是什么意思,怕被我老丈人发现,我点头答应了下来。 自从有了这回以后,杜云云又约了我几次,这种刺激的感觉让我真的是有些上头。 试问哪个男人能有我这种体会,我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爽的男人了。 只是就在最近,我才发现这件事可能没有这么简单。 这天我开车去跑市场回来的时候,看了一眼地图正好路过李莎莎的老家。 想着正好路过,怎么也应该进去看看,再加上最近没见到杜云云,这心里还真是有点痒痒的。 于是我就下了高速,买了点东西去了他家,到了他家以后,铁门锁着,旁边还写着本院出租。 咦? 也没听李莎莎说家里的房子出租啊,这是怎么回事?正在这时,有个老大爷骑着电三轮从旁边经过,见到我以后把车停了下来。 小伙子,租房啊。 啊? 租房? 我有些猛地看着老大爷。 老大爷接着说,对啊,这就是我的房子,你要是出租的话,价格好说,可以进去看看。 说着,他就掏出了钥匙。 你的房子? 这不是李大元的房子吗? 李大元? 你记错了吧? 原来房子租给那个人叫李磊,你是找他是吧? 房子他们就租了一个月,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。 老大爷的话让我直接傻了眼,而且钥匙就在他的手里,这绝对是真话。 这么说,李莎莎骗了我。 或者说,他们一家三口一起在欺骗我,可这种事为什么要骗我呢? 回去的路上,我想了一路也没有想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,可我明白人不会做无缘无故的事情。 这背后一定有目的,针对的人就是我。 这种感觉就像是胸口被人狠狠踢了一脚似的,总感觉憋得慌。 回去以后,我忍不住问了李莎莎。 莎莎,你是不是有什么事骗了我? 李莎莎看着我,道,至于? 你怎么这么说呀?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呀?你老家的房子是租的。 我反问了他一句,想要看看他知道我知道秘密以后会有什么反应。 果然我一说完,他的脸色微微一变。 你,你怎么知道? 我回来的时候路过,去老家了一趟,才知道的,你为什么要骗我? 没想到我一说完,李莎莎的眼泪流了下来,哭着诉说了起来。 老公,对不起我骗了你,还有当初我说领了结婚证,以后才能见父母,也是骗你的。 我老家确实是那个村子的,房子也确实是租的。 骗你其实是因为我爸是个赌徒,把房子都给输了。 我怕你知道这些事以后会看不起我,所以我才故意拖延时间,让我妈他们给租了一个房子。 之后才让你去的我家,我也是没有办法,至于。 没想到竟然是这么回事,看着怀里梨花带雨的李莎莎,我这心里也是格外的心疼。 露着她说,老婆,我爱的是你,又不是你家,什么事你都可以告诉我的。 不哭了,不哭了,最近不行,给你爸妈在咱们附近先租个房子,等货款到了,给他们再买一套房子吧。 至于,谢谢你,对了,我给你从代购那儿买了点保健品,你吃着试试。 说话的时候,她故意对着我挑了挑眉毛,做出了一种内涵的表情。 好啊,看来你还是不服。 说着我直接把她给抱了起来。 晚上,我被尿憋醒,打算上厕所的时候,发现李莎莎没在床上。 咦,李莎莎去哪儿了?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,听到了卫生间传来了哗啦啦的水声,看来她在卫生间里面洗澡。 我下意识地看了眼床头的表,愣了一下。 半夜两点多,李莎莎怎么这个时间洗澡啊? 不过我也没有多想,穿上拖鞋就去了卫生间。 莎莎,我进来了呀。 说着我直接推开了门,困意全无,李莎莎就躺在浴缸里。 整个浴缸里面的水都染成了血色。 不仅仅是浴缸,我眼前所有的景象都变成了红色,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。 我吓了一跳,赶紧跑了过去。 莎莎,莎莎你怎么了? 浴缸里的李莎莎皮肤惨白,身上冰凉。 我着急地打算起身打电话求助的时候,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道冰冷的声音。 至于,你是在找我吗? 我僵硬地回过头,喊我的人不是别人,正是李莎莎。 此刻她那双眼睛惨兮兮地瞪大了看着我。 你? 这? 眼前的是李莎莎,那浴缸里的人又是谁? 还没等我回头确认,面前的李莎莎突然笑了起来,那嘴角的弧度已经裂到了耳朵根子。 啊! 我控制不住地尖叫了一声,夺门就要跑。 可是不管用多大的力气,身体没有动弹分毫,跟着感觉头上传来了彻骨的寒意,整个人失去了意识。 等到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,李莎莎就坐在我的跟前,这吓得我直接坐了起来。 你,老公,你醒了呀? 你怎么老公? 半夜我醒来的时候看到你倒在了卫生间里,你要是再不醒来的话,我就得打120了。 我没有回答她的话,而是起身跑到了卫生间,里面并没有自己昨晚见到的场景,更没有了什么血腥味。 对,摸了摸还有些生疼的头,难道真的是自己做了一个噩梦? 只是没想到从这天开始,我总是做着类似的梦,而且越来越逼真。 搞得我晚上都不敢睡觉,整个神经都有些衰弱了。 李莎莎见我这样,关心地说,至于,你这样下去的话也不是办法,不行,咱们去医院看看吧。 我有个朋友在市立医院的精神医学中心,去找他看看。 听他有熟人在医院,我也答应了下来,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医院。 医生检查完以后,告诉了我一个不好的消息,你这个病可能是太劳累了,精神压力太大,导致的轻度精神分裂。 不过也不用担心,现在有这方面疾病的人很多,只要按时吃药完全可以控制,痊愈也不是没有可能。 这是药,你等下去拿药,然后下个月来复查就可以了。 谢谢医生了。 和李莎莎出了医院以后,她说,老公,你不要太操劳了,安心养病,你好,咱们才能好。 嗯,老婆,我最近就好好休息休息。 后面这段时间,我就是上午去一趟公司,下午的时候在家里待着或者出去溜达溜达,身体确实比之前好多了,那种幻觉也再也没有出现过。 本以为会越来越好,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彻底地乱了阵脚,我才知道自己早就陷进了一个泥潭之中。 这天上午,我准备到停车场取车回家的时候,突然看到了一个熟人,老王,你怎么在这儿?还这身打扮呢? 这老王是我生意上的伙伴,前段时间突然失联了,自己给他打电话,死活也没人接,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了他,而且还成了外卖骑手。 老王见到我,只是看了我一眼,跟着转身就要走。 他这反常的样子让我觉得奇怪,上前抓住了他的电动车。 老王,你躲我干什么?躲你干什么?你踏马地算计我,现在还这么问我,要不是你的话,老子能出来送外卖吗? 我告诉你,人在坐天在看,你早晚要遭到报应。 老王直接骂了起来,我一脸猛逼地看着他。 老王,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我什么时候算计你了?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,要不然的话,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 装什么装呢?老王边骂边吐槽了起来。 听着他的话,我确实愣住了,没想到他说的是真的。 李莎莎之前单独找到过他,说是给他介绍个客户,后来带着一个女人去了。 老王这个人平时就好这口,见到是个美女,没有经受住诱惑,着了道,后来这件事被李莎莎知道了,她拿着视频就威胁了她。 敲诈得实在是太狠了,被老王的媳妇知道了,最后净身出了户,彻底流落到了街头,只能是靠送外卖为生了。 这件事让我心里咯噔一下,我没有想到李莎莎竟然把老王坑成了这样。 到底是怎么回事,我赶紧回了家,一开门,听到李莎莎正在打电话。 杜云云,你到底是什么意思?不想干你早点说呀,到现在你打退堂鼓了,坑老娘是吧? 磨磨叽叽的,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,要是行,赶紧把视频发过来,不行我就靠自己了,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。 听到这儿,我的脑袋里是嗡嗡作响,再联想到之前租的房子,还有自己上次听到她打电话,我隐约地觉得李莎莎一定有事瞒着我。 而且这件事跟杜云云也有关系,见到我回来,李莎莎也没有之前那种样子,冲着电话说了一句,挂了吧,她回来了,我要摊牌了,你就等得后悔吧你。 你怎么跟妈这么说话呀? 妈,狗屁我还是她妈呢? 李莎莎直接讲述了起来,原来她跟杜云云根本就不是什么母女,而是闺蜜, 他们两个人平时靠的就是跟别的男人结婚,然后通过拍摄男人出轨的证据,让自己的男人净身出户来赚钱。 还有像是老王这种老色批也是他们的目标,有机会的话也会去坑一下。 只是没想到这次杜云云没有和之前一样,配合地将视频交给她。 李志宇,我嫁给你就是为了赚钱知道了吧? 妈的,要不是杜云云那个贱人磨磨叽叽的,你早就净身出户滚蛋了。 这妻儿听着李莎莎的话,我实话在了原地。 这还事情不论换成是谁都无法接受,自己喜欢了这么久的人, 而且还娶了的妻子从头到尾竟然是个骗子。 莎莎,你。 我气得上去就是一个耳光打在了她的脸上。 你个骗子,我就是骗你了。 打呀,你打我呀,你不打我自己打。 说着她拿起旁边的花瓶冲着自己的头狠狠地砸了一下, 头上的血顺着就流了下来。 这种挑衅让我怒不可遏,真的恨不得杀了她,我还是强忍着, 因为我这心里还是有个疑惑,她做了这么多,就是为了钱, 现在没有得到钱,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情呢? 我什么我? 你是不是疑惑我,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呀? 因为我马上就会报警,警察来了,很快就会把你这个家暴男带走了。 你以为警察是傻子,你让带走,就把我带走。 李莎莎笑着说,之前你不是已经去看过病了, 现在有病例证明,你就是个神经病。 到时候,我会把我送到神经病院, 让里面的医生好好给你治治病。 你放心,钱我很快就会转移完了, 你只要坚持住,应该还能活着出来。 对了,忘了告诉你了, 你吃的那保健品,其实是我给你买的治患药。 我感觉全身的力气,好像是抽走了一样, 没想到自己就连去看病,都是他一手炮制的, 真是好算计。 正如他说的这样,自己根本就没有半点的机会, 正在这时,房门响了起来, 我还以为是警察来了, 无奈地打开了门, 让我没想到眼前的人竟是杜云云。 是你,李莎莎看着杜云云道, 你来干什么,我已经跟他摊牌了, 就是你现在后悔也没用了。 我来时告诉你,李志云你不能动, 收手吧。 你疯了吧,我费了这么大的劲你让我收手。 杜云云接着说,你要是不收手, 到时候警察来了, 我就把咱们的所作所为告诉警察, 看谁难受。 杜云云,你脑袋让驴踢了吧, 赶紧走,别逼急了我。 面对杜云云的威胁, 李莎莎也没有办法, 只能是幸幸离开了。 等到她走了以后,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杜云云。 你为什么帮我? 因为我要你和她离了婚娶我。 啊,我直接猛了, 这是前脚,送走狼后门, 又进了老虎。 杜云云笑着说, 至于,说实话你人不错, 我有点喜欢你, 这是第一方面, 第二呢,我怀了你的孩子。 说话的时候, 她轻轻揉了揉自己的肚子。 我帮你的原因, 就是要金盆洗手, 打算找个好人嫁了, 正好遇到了你, 所以我选择了你。 一个月后, 我和李莎莎离婚, 娶了杜云云。 我没法拒绝, 面对杜云云的算计我也逃脱不了, 如果不娶她, 后面自己找了谁她都会拿孩子来说事, 自己也过不好。 而且自己要是拒绝了她, 李莎莎肯定还不会放过我, 我只能是妥协。 从民政局出来, 看着外面的太阳, 我这心里感慨万千。 人真的要擦亮自己的眼睛, 千万要看清楚那些桃色诱惑, 因为在这诱惑的背后, 可能就是无尽的深渊。 我运气还算是好的, 婚后这杜云云也是个好女人, 相夫教子, 如果运气不好, 可能已经净身出户, 现在我跟老王一样, 在街上送外卖。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, 主动抵挡身边的诱惑。